大家好 我是真心正的小智 今年十歲 以成為寶可夢大師為目標 在四處修行 我在學配音的時候 有一個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氣聲不知道怎麼出 比如說要剪一個東西 前輩就會跟你說出個氣聲 剪東西 要出什麼聲音啊 可是漸漸你就會知道 前輩就出一個 ㄟㄟㄟ ㄟ這樣子 會搬東西很重 ㄟㄟㄟ 之類的 那些東西是你要慢慢想像 然後再慢慢把它記起來的 我其實一開始 並不是要成為配音員的 我畢業之後在一個貿易公司上班 因為工作很無聊 然後下班之後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媽就說 你要不要去學點東西啊 她就從報道上撿了一張 小小的分類廣告給我說 華氏有招那個配音訓練班耶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我根本不知道配音是什麼 我就去報名 然後就考上了 然後就上了訓練班 然後莫名其妙就成為了配音員 訓練班一般就是 最簡單就是從 國語正音開始 然後教一些聲音表情啊 變音技巧 然後就會有實作課程 就會有讓你配 戲劇的配音 讓你實際上班練習 然後也會有一個卡通的影片 讓你實作練習 在訓練班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你變音技巧 但其實因為它沒有辦法控制你的聲帶 沒有辦法控制你 哪裡用力跟哪裡共鳴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要自己回答練習的 其實應該是要從模仿開始吧 我就記得我有一次去清心補全買茶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小姐要什麼 我說一杯清茶無糖去冰 清少冰不加 然後我就會把這些有特色的聲音記起來 然後它就會成為我以後在配音的時候可以使用的東西 其實訓練班不是保障你工作的 所以你去訓練班只會認識 知道這個工作是什麼樣的工作 工作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情形 然後你會認識一些配音員 結業之後呢 就要去纏著幫你上課的老師 跟他說老師我可不可以去跟班 然後呢 我們就會跟他們一起到錄音室去 看他們在錄音室工作的情況 跟班的時間長短就每個人不一樣 就看有沒有天分 還有運氣好不好 我講到話 領班覺得說 欸這個人好像可以 他才會陸陸續續開始給你簡單的角色 訓練班結業是很簡單的事情嘛 可是結業之後要跟班到成為配音員 這是一個時間是無法預期的 一天大概的行程 就是看你今天有幾個班啊 現在因為都是單收 所以如果你很忙的話 有可能會是 九點半在一個地方 然後十一點在一個地方 一點半在一個地方 三點又在一個地方 然後六點又在一個地方 大家好 我是真心正的小智 今年十歲 以成為寶可夢大師為目標 在四處修行 我們通常是 到了現場才拿到劇本 影片放下來 我才知道那個人長什麼樣子 在我去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我錄的是什麼東西 也不知道我要錄的是誰 除非客戶或者是錄音室 特別重視這個case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你那天要錄的是哪一部 你先回家 要不要先看一下 因為像網路很方便 都可以搜得到原因的嘛 配音就是演戲 所以我哭的時候幾乎都是真哭 我不知道演員會不會因為 哭的那個鼻涕 或是眼淚太多了 就停機讓他休息 因為我不管再怎麼哭 我聲音都要清楚 要讓人家聽得懂啊 然後 譬如說談戀愛的那種戲 你跟男主角在那邊 甜甜蜜蜜的那些對白 我其實情緒都是真的 其實就是演戲 哭其實是 你就算哭不出來 可以裝得很像 對不對 你可以 你只要有抽氣的聲音 聽起來就會很上真的了 然後如果要水聲的話 吸口水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笑 你必須要笑得很像真的 就必須要 然後你不能是 氣用的不對 情緒不對的話 你笑起來就很假 所以對新進的配音員來說 笑可能比較難 我是還蠻容易入戲的人 除非劇本真的很爛 要不然的話 我一般情緒就會跟你到哪裡 我通常會想說 如果我是她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表現 我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 我會用什麼樣的聲音 說話 比如說小智她就是熱血笨蛋 所以我就會 一直要維持一個 很亢奮的情緒 一直是那種 對 大家好 我就是小智 這樣那種感覺 或者是有一些 角色她是 情緒非常低落的 我就會跟著 情緒就很低落這樣子 我最近錄了一個角色 很有趣 我錄了一隻鸚鵡 而且聽說她很受歡迎 反正我就錄了一段她的詞 我就開始回想 鸚鵡是怎麼講話的 我就學 我覺得很好玩 我就會說 啊 你好 這樣子 然後錄完之後 我就選上了 選上了之後 到錄音那天 大概五分鐘 我就後悔死了 因為這個聲音 根本不是人的聲音 我要一直摩擦聲帶 還有這個地方 要一直發出那個 抖動的聲音 超級累 從頭到尾 都是這樣講話 戲劇 就是會比較貼近生活 就是我會希望在配戲的時候 說話的感覺 比較像講話 卡通的話就會比較誇張 尤其是美卡 每次的卡通就越來越誇張 速度越來越快 有各種奇怪的情緒 日卡就可能會很多叫啊 啊 那種的 也是很誇張的情緒 最困難的還有一些 譬如說 我沒有當過媽媽嘛 戲裡面有時候錄到一些媽媽的角色 或者是一些 有一些生活情境是我們沒有接觸過的 就傳播起來會比較困難 我在學配音的時候 有一個覺得最困難就是氣聲不知道怎麼出 譬如說要剪一個東西 前輩都會跟你說出個氣聲 剪東西 要出什麼聲音啊 可是漸漸你就會知道 剪東西出一個 ㄧㄧㄧㄧ 這樣子 會搬東西很重 ㄚㄚㄚ之類的 那些東西是你要慢慢想像 然後再慢慢把它記起來的 電玩的話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它沒有明確的劇情 就是我們在錄的時候看到是一句一句的話 所以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我會參考原因的情緒 去模仿他的情緒 沒關係 倩訊已經努力了 名字一旦被奪走 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如果要說國語跟台語的最大的差別的話 是用詞會很不一樣 就我們錄國語的腳本拿來 看到就是國語的詞了 可是台語其實不是 就台語有很多詞 會跟國語的用詞不一樣 可是他們拿到的是國語的腳本 他們必須要在腦子裡面 馬上把它翻譯成台語會用的詞 比如說你真的很小氣 當然台語你就要講 所以台語的配音員就需要有可以即時翻譯的能力 非常悲哀的地方 就是日配每一個人一個角色 我們是一個人配八個角色 或是十個角色 或是更多角色 我記得我們有一個同事前一陣子 人家貼他就是受訪的影片給我看 他講的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要成為配音員 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靠天分 老天爺給你一個很好的嗓子 耐操 老天爺給你很豐富的情緒 然後給你一些天生的模仿能力 然後呢再配上你可能百分之百的努力 你才會成為一個真正很好的配音員 然後呢因為這樣 所以我的同事們嗓子都還蠻耐操的 抽菸的喝酒的都有 麻辣鍋也照吃 但是呢我覺得最重要的保養應該是 就是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跟睡飽 就是睡得飽 你的嗓子有足夠的休息 然後運動會讓你的氣比較足 所以在配音的時候會比較輕鬆 露雅 我一直都好想再見到你 我不斷地尋找 不斷地尋找 我喜歡你 其實人生有很多時候 事情都只看到你看到的那一面 可是在戲裡面 他會演每一個角色的心情 你就會看到這件事情不同的面向 然後呢透過這些事情 我就會來反思我自己的人生 當我遇到一件事情 或遇到什麼問題 跟別人有爭執 我站在別人的立場來看這件事情 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對我人生最大的影響 就是對這些戲劇 每天這麼熟悉 他們對我人生最大的影響是 我看人生的角度變得不一樣